这几天看到有网友在问老子 常无欲,以观其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如果要雨晨给老子画个重点 那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第一章 道可道 如果这一章真读懂了 后面的都可以不用再看 这次就借这个机缘 跟大家聊一聊老子第一章 这是博书版第一句 我就不读了 读出来容易犯困 如果一定要再让我给第一章画个重点 那就是这第一句 不夸张地说 就这一句 老子已经把道讲完了 明白人 看完第一句也就够了 当年老子出关 尹喜非要老子把道写出来 于是老子只好无奈下笔 道可道也 要我说道 可以倒是可以 非恒道也 但是道一旦说出来 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 再经人类的思维一理解 一家公 就不是我想说的那个永恒的道了 要我给那个东西命名 可以倒是可以 但是那个东西是永恒而无限的 命名和描述是暂时而有限的 老子第一句就明认不说暗话 他隐喜没见过苹果 非要拉着我 让我讲苹果是什么 我可以讲苹果是甜的 但你想象的甜 无论是干绝的甜 还是西瓜的甜 都不是苹果的那种甜 我可以给那个东西命名为苹果 然后讲苹果是甜的 红的 但是红绿色盲眼中的红色就是绿色 乔布斯口中的苹果多半是手机 命名概念都是主观的 变化的 而我心里的那个苹果超越概念 它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你们谁如果想知道什么是道 直接丢掉语言文字概念 跳出人类的思维和感官局限 自然就知道了 这就是所谓的大道至简 可依稀他不知道啊 只写一句又过不了关 那我就接着强行往下定义了 无 明万物之实也 有 明万物之母也 现在 我把万物的开端叫做无 万物的源头叫做有 这就相当于老子开始上述学课了 设x等于0 y等于1 开始给我们证明1加1等于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加1等于2的数学证明 有一本书那么厚 下一句 讲的是有欲和无欲 很容易被误解 故横无欲也 以观其妙 横有欲也 以观其角 无和有 上一句刚定义了 欲者 性之动也 就是本性的运动 有欲是指有的运动 无欲是指无的运动 不是说那个谁谁谁 有没有欲望 所以横无欲 无的运转永不停息 可以从中观察到的本体 有的运行也永不停息 可以用来观察到的作用 老子可没有让我们闲着没事 一会儿有欲 一会儿无欲 折腾自己 他还在讲到的体用 下一句大家应该都没问题 有和无的源头都是道 它们相互缠绕 螺旋延伸 永不停息 这就是所有玄妙的门径 第一章讲到这里 老子就说得很明白了 他给了我们两条路 一是读完第一句 就把书扔掉 直接超越头脑 概念 感官 直接用心体验道 第二条就是接着往下读 研究定义 什么是道 什么是苹果 什么是红色 在人类的思维里打转 在盲人摸象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个雨晨深有体会 也不怕大家笑话 我从小的志向不是当官发财 而是要找到真理 上学的时候 我觉得真理在科学里 特别是自然科学 所以我大学学的是物理学 但是我越学越觉得不对劲 难道我要的真理 就是一堆公式吗 我真的需要看一本书 那么厚的推理 来告诉自己 一加一等于二吗 我真的需要 去找一篇浅息苹果 是什么味道的论文 来搞清楚苹果是什么味道呢 科学可能只是 关于真理的一种描述 它不是真理本身 而我要的是 最直观最实在的真理 就像水是凉的 火是热的 一感觉就知道 你拿给我一个温度计 再先进我也不要 当年数学天才柳志宇 为什么放弃麻省拳奖 选择去龙泉寺 如今又为什么下山 其中的心路历程 也许大家都有各自的共鸣吧 五早年来 积学问 一层讨书 寻经论 分别名相不知修 入海算杀 徒自困 却被如来苦喝则 数他珍宝有何意 从来蹭蹬绝须行 多年网座 封尘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